前文再續的書頁上一回,話說劉文靜的老婆劉夫人為了爭著她的壞鬼弟弟馬伯娘,竟然告訴弟弟,劉文靜就叫人做了個劉武舟的全身索像,藏在家裡的密室來,朝朝拜過她,然後上朝。 說完,就帶她弟弟馬伯娘去密室,馬伯娘將劉武舟索像的衣服脫下來,包好帶走,翌朝上朝會告,李渊一聽就發火了,都沒有審問清楚,立即下令派兵圍著兵部尚書府, 紙兵進去,首先將劉夫人一刀殺了,然後將劉家一門老友全部殺清光,同時李渊又下令,派人去紫金關逐劉文靜,就在路上處斬。 當李渊到了紫金關,就不見劉文靜,一問起才知道這件事的頭頭尾尾,啊,大吃一驚。 劉文靜,劉文靜寫好一份奏章,將劉文靜和劉武舟的關係,劉武舟被斬之後作祟,劉文靜只有許願索到劉武舟的神像在家裡拜,以保平安等等以前的事,長長細細地講明講白,派個 警察官十二萬噸火急送去長安。 等到警察到達長安,將就將情相給高祖李渊看。 李渊看了才知道屈斬劉文靜啊。 李渊生氣啊,立即是全子將馬伯娘逮捕,在街市凌遲處死,滿門抄斬。 正是害人,中害己是報應最公平,這些就不說他了。 話說秦王李世文的兵馬來到紫禁關之後,劉克達就沒有來攻打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帶了十萬兵來,和羅成打了兩仗,被羅成殺了張近成本,所以就膽怯。 他也想學一下當年王世聰的做法,派警官去邀請四家王子來援助,共同擊破堂兵。 這次是請哪四家王子呢? 一個是南洋王朱登,就是當日南洋后五魂趙的兒子, 因為那時候托付了給朱燦府養的,所以跟著朱燦姓就叫做朱登。 一個是蘇州沙發博,一個是山東唐碧,還有一個就是河北鳳明王李子通。 這四家王子最早的就是唐碧。 他用楚德做元帥,率領五萬人馬就首先到達。 劉克達迎接了唐碧入到中軍將,見過禮楚樂。 劉克達說:「有路王爺興兵相助, 將來,如果滅了唐家,就和王爺平昏天下共掌山河。」 唐碧說:「不敢,不敢。」 劉克達說:「小弟往日和窦千歲的情義甚深,窦千歲不幸被唐家所滅, 小弟心為痛惜。 今天,難得劉王爺你為僱主報仇,興兵來攻打唐家, 故此小弟拔刀相助。 劉克達說:「王爺高義,小弟萬分敬佩。」 客氣了一輪,便擺走接風。 第二,唐碧、劉克達、楚德、蘇定芳、大兵出陣。 唐碧是一馬當先,來到紫金關下挑戰。 李世文得到報告便問:「哪位王爺出去匯一匯他?」 秦叔寶說:「小將遠去,就提槍上馬,開了關門來到鎮前。」 秦叔寶認得是唐碧,就一馬上護一護身行禮。 唐爺:「小將甲就在身,不能傳禮,請唐爺書罪。」 唐碧見到是秦叔寶說:「秦庆, 孤家往日代也不錯,你今天為何膽敢來和孤家開戰?」 唐爺:「你這樣說就錯了。」 我主公唐皇和你素無受冤, 你今天起兵來到,乃是思出無名。 我奉勸唐爺一句,不如歸順唐家, 亦不失皇后之位,若我執迷不悟, 就悔之晚矣。 請說:「自古說天下者, 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孤家今天要來爭奪江山, 你他什麼有仇無仇? 你小小一個馬快手, 吃得什麼? 看一刀! 講完,舉起大刀就斬。 秦叔寶用槍隔著, 唐爺,你不要發火,你要三屍啊! 屁! 唐碧又使一刀斬過去, 秦叔寶仍然用槍隔著, 就是這樣, 連氣隔了三刀。 秦叔寶說:「唐爺, 小將往日曾經在你標下當差, 故此讓你三刀。 你如果再打, 小將就要還手了。」 唐碧不聽, 舉起大刀又斬過去。 秦叔寶用槍隔著, 向上一跳, 唐碧那把大刀幾乎震到手, 喊了一聲, 很厲害。 知道不是對手, 就回馬就走。 坐得見主公輸了, 就拍馬上前, 大喝一聲說:「不要傷害我主公, 坐爺爺來了。」 就冒起一支神降叉, 直取秦叔寶。 打了八九個回合, 秦叔寶一槍刺了他落馬, 過了他的首階, 收兵入關交令。 第一仗就大獲全勝, 李世民當然很高興, 立即擺酒慶功。 喝一喝, 軍事飛步進來說:「 往日眾將官都在關外求見千水爺。」 李世民此刻吩咐開關迎接。 原來這班將官得到秦皇被射的消息, 又知道封了簡邊, 以後就不用怕那兩個奸王了, 所以個個都回來。 眾將官入了關, 拜見秦皇, 李世民滿懷高興, 吩咐加開現役, 和大家接風洗塵, 回來的將官就全部留在關內隨君效力。 再說回劉克達, 他見唐碧打輸了, 又損失了元帥楚德, 我心都很不安樂。 正在這個時候, 軍事進來報告, 說南陽王朱登, 尚良王沈發卿, 鳳鳴王李智通, 三路人馬一起到了。 劉克達和唐碧兩個, 馬上轉幽為起, 迎接了三位王爺入到中軍將, 照來寒圈嚇吐一番, 又擺走接風, 將近日的情形, 說給新來的三位王爺聽。 第一, 南陽王朱登, 首先請英去殺第一陣, 來到紫金關下挑戰。 李世文派程咬金出馬營戰。 程咬金來到鎮前, 見到朱登綿魚滿月, 眼若流星, 年紀大概十八九歲, 心很喜歡他, 就說, 好一元小章, 你快點報個名出來, 如果你是老朋友的兒子, 我就手下留情, 放你一馬, 嘿嘿, 如果是那些雜種仔, 我就一虎劈為兩決了。 朱登大聲地喊他, 你這個醜鬼聽著, 顧家, 那是南陽王朱, 朱登。 呀呀, 朱登, 朱登, 原來你是個雜種仔, 你別走, 捱一下老爺的大虎, 當頭一虎劈過去, 劈豬頭, 朱登用槍一架, 斬豬耳, 程咬金第二虎又到, 朱登大叫一聲, 好一元萬丈, 關聲又夾開, 說這麼快, 程咬金第三虎又劈過去, 斬豬手, 連氣三虎, 將朱登劈到汗流甲背, 朱登大叫, 好厲害呀, 正說想走。 如果程咬金這個時候收手, 說一句, 你這個小將, 說得爺爺三虎, 也算是好看, 放你一馬啦, 就這樣呢, 就很可能拿了威, 打起得勝古大搖大, 擺回紫金關報公的了。 啊, 怎料程咬金打得順手, 望了影, 劈完三虎, 還劈他第四虎, 朱登用槍一架, 咦? 怎麼沒力了? 朱登笑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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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屁, 原來你是那虎頭蛇尾的醜鬼, 看啊槍, 反手為功, 舉起槍來上下左右, 對著程咬金猛刺過去, 打了幾個回合, 打到程咬金只有招架之功, 就並無還手之力, 朱登趁著程咬金手磨腳亂之際, 一槍撥開他的大虎, 順手就拔出鋼邊, 撥一下打他, 打正程咬金的左手, 碰到程咬金大喊, 哎呀, 你小賊總, 打得你阿爺很苦痛, 回馬就走, 回到紫禁关去见李世文说 那个对手很厉害,自己不够打 李世文就问谁敢再去迎敌 齐国远走出去说去 结果出去打了不够十个回合 又输了,扔回来 接着史大内出战 亦输了 这个时候四家大王在略阵 见到朱登少年英雄 个个欢喜得不得了 最后 核池公出马 他跟朱登交手 终足打了百多回合 不分胜败 这场恶战一直打到红日西沉 才各自收兵 朱登回到军营 四家王爷在圆门迎接 纷纷祝贺 接着就摆走兴功 你们不在话下了 这边屈池公收兵回去之后 就跟大家说 朱登虽年几小 以他本领高强 一时难以取勝 明天 等我再去出马 无必要生禽去 才献出我的本事 秦宿宝说 秦宿宝说 屈池将军 你明天不要去 这个朱登 我知道他是南洋后五云兆的儿子 家印当年除阳帝荒淫无盗 他祖父被杀 父亲就被逼作反 后来将他过继了给朱颤抚养 就跟了朱颤姓 所以叫做朱登 秦宿宝跟着对李世民说 主公 明天等抹将出去会一会他 切发指碎他归行主公 李世民当然很欢喜了 第二 朱登又来到紫禁关外挑战 秦宿宝提枪上马来到阵前 他对朱登说 现日 我是你细宿秦宿宝 现在有些说话要跟你说 朱登生气了 嘿 放你的狗屁 你这个黄面佬 顾家从来不认识你 居然那么斗胆 妄自尊大 又叔又侄 乱得不通 看一枪 挺枪就刺 秦宿宝见他 盛气凌人也生气了 小畜生你不惜台举 就举枪迎战 这一场仗 正是其逢敌手的仗玉良才 两个人大战三十几个回合 秦宿宝见到朱登的枪法毫无破绽 就将朱登的枪挡开 他说 贤宿你有所不知 我将经过说出来 你就知道细宿我不是骗你 当年 你父亲五云召在扬州 和我有八败之交 结为异性兄弟 情同手足 他曾经和我说过 言侄你 说将你寄托给朱颤抚养 说将日 如果有机会 和你相逢 就要好好帮你 后来 令尊去世 今天见到 言侄你这么英雄了得 实在高兴 不过言侄你这么帮刘克达 非常之可惜 今天唐朝堂堂天命 刘克达那些卑微小寇 哪里有得比 所以我奉劝言侄你 不如归信唐朝 一来不失丰侯之位 二来 气小就大 可得豪杰之命 免得被天下英雄此笑 言侄 你想想 你说是不是 朱登听了秦宿宝这番说话 说得在情在理 心里醒悟 不过现在四家大王在后面掠阵 如果被他们看穿了就不妥当 所以诈作不听 反面喝一声说 不别多说了 挨顾家几枪先 又跟秦宿宝打起来 打了几个回合 朱登想 他先头说的说话很有道理 我有心归信唐朝 那现在还跟他打有什么好处呢 于是就虚似一枪回马就走 秦宿宝追着过去 四家王爷见朱登打败跑回来 联王吩咐众将官放箭去掩护 那秦宿宝就唯有收兵退回入关 这些就不说了 朱登回应之后对四家王爷说 各位王爷 那个秦庆果然利害 小侄武艺不及他 故事被他杀败 那四家大王说 啊 胜败乃是兵家上司 何必介意 明天再出兵去打过就是了 第一 上梁王沈发卿的军先尼天真人 就请求出阵挑战 这个尼天真人 伸穿道普 腰束丝带 脚踏草鞋 背背保剑 先锋道骨 是有很高法力的 他肯出阵 几家王爷都非常高兴 唐军这边 是程咬甘出马 程咬甘一来到阵前 见对手是一名道士 就咬甘出口水 说 我真是晦气的了 我最恨最恨就见到你们这些道士 静悟作怪 皮梯梯 我老请今天是要杀财 不得闲杀鬼 你快点回去换过我出来 让我想他几大苦 我心都爽神点 快点去换过一个人来 尼千道人看他说那些说话 傻头傻脑 忍不住笑着上来 你这个傻瓜将军 你别看轻贫道 只怕你不是我的敌手 你不想就跟我打一打 我要你死在眼前 程咬甘发火了 举起大虎就砍过去 尼千真人用宝剑迎战 一个马上一个步下 兵器一个长一个短 当然程咬甘就着数得多了 打了几个回合 尼千真人已经有点气喘喘 他见打不过程咬甘 就作起发述上来 只见他口中念念有此 将手上的宝剑向着西北方一指 喝一声 扎 跟着又说 程咬甘 你看看那边有什么来着 程咬甘单高头一看 只见西北方的上空 一股黑气 哦 那卷过来 黑气里面有无数那么多豺狼虎炮 凶猛的野手 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披头散发 奇形怪众的恶鬼 哇哇哇 这么求叫着涌过来 程咬甘就嚇到魂飞拍散 回马就走 但那些鬼怪恶兽来得快 眼看着无法躲避了 突然之间 在紫禁关上飞出一阵青气 将那些鬼怪妖魔 顶了顶 程咬甘 这样才有命 夹进去紫禁关 尼天真人见到 咦 紫禁关 有能人 也收回法术 收兵回应 五家大皇殿 赢了仗 十分高兴 当然又来 摆酒庆功 各位会问 先又顶着妖魔鬼怪 那阵青气 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是李靖的法术 李靖他云游四海 知道刘克达 请四家大皇 来帮他攻打唐朝 其中上梁皇审 发兴了军先离天真人 法术高深莫测 故此是赶来紫禁关 指点一下 破尼天真人的途径 一来到刚巧 就撞见晴咬 被尼天真人的法术 逼得无路可走 情况危急 就放出三清真气 顶住一下 救了晴咬 李世文 恳求李靖帮手 擒难尼天真人 李靖就说 尼天真人的法术 是得到魔教的真传 非常之厉害 以贫道的道行 最多和他打个平手 目前可以挂起面箭牌 拖延一阵先 然后就派一员大将去荆州 求见楚王雷大鹏 借他的照妖镜 林郑一用 有了照妖镜 破尼天真人 就异如反掌 于是李世文就派屈池公 率领三千人马 火速赶去荆州借宝 屈池公接了命令 日夜兼程就赶去荆州 你一日到报了 安好刑宅 屈池公就来到荆州城下 高声大叫 我乃是大唐行军总监 屈池公 哦 麻烦屈池将军等一会儿 小人立刻就去 守门军事飞步进去 话说楚王雷大鹏有三兄弟 老大就是雷大鹏 占领荆州 称为楚王 他是十八路反王之一 老二叫做雷塞蠢 是元帅 老三叫做雷姓蠢 是先锋官 老二雷塞蠢的相貌 奇怪了 生的和屈池公完全一模一样 今天三兄弟听守门军事的报告 说屈池公来到借宝镜 商量借还是不借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再组的书节上一回 话说刘文正是来到殷王府 还回一张伏便给建成元吉 就够了屈池公 各位 刘文正是怎么会得到这张伏便的呢 这些是全靠徐茂公 因为他躲在刘文正家里没有走 他又会算定阴阳 派人去到天路 问秦王拿到张伏便 就够了屈池公出来 那究竟徐茂公 是不是真的未博先知 拿得这么浇关呢 港股就是这么说的 总之徐茂公好计就是了 闲话优提就言归正传 话说屈池公就得到放出来 真是好似冲破欲龙 非彩鳳 打开金锁走交龙 急急忙忙就出了长安城 一路去找自己的家眷 好在黑白两位夫人 就在前面十里长庭等候 夫妻见面 就讲起发生的事情 黑白两位夫人都打冷振了 他们说 哎好彩吉人天上 逢凶化吉 如果不是呀 我们几乎不能够再见面了 屈池公长叹一声说 哎 我自从投奔堂国以来 只望能够建功立业 封妻任主 谁知搞到现在要受这样的苦楚 想来想去 还是回乡下 自翻的产业 做个乡下老好得多了 现在再说回李建成 李源吉 他两个已经将李世民挥下的将官 整走了 李世民又困住在天牢 谁知他两个认为这样还不行 还时时使人进去天牢 想害死李世民才心甘 谁知李世民有徐茂功 暗中在想尽办法保护 叫刘文静是时刻提防 看得紗实 所以一直都没法子动手 建成元吉 当然生气了 想害刘文静 但是呢 兵权在刘文静手上 事关刘文静是兵部尚书来的 咬他不入 就唯有松手 话说唐朝王族之内骨肉伤残的消息 传下传下 就传到明州刘克达那里 刘克达本来是夏明王斗建德的元帅 斗建德死了之后 国中无主 仲将官就推举刘克达做主公 就称为后汉王 这一天 他得到报告之后就高兴了 大叫一声说唐仔 我猜你那帮恶责可以永远横行天下 想不到也有树倒胡孙山的时候 今天还不和我主公保守 更待何时 于是带上元帅苏定方 典兵十万浩浩荡荡向着陕西长安进发 这一天 来到唐朝的渔鱼关 就在离城十里的地方安营 刘克达命令元帅苏定方去抢关 苏定方率领兵马来到渔鱼关下 大声地说 看 城上的兵主听着 快点去叫守城将军 立即开关投降 就万事佳忧 若我说一个不治 就杀尽全城老少 到其时就灰恨池了 守城的兵主 快点去岁府报告 明州刘克达率领大军来到 要和邓建德报仇 现在明州元帅 在城下挑战请令定夺 各位 镇守渔鱼关的将军 就是王九龙 当时他和弟弟王九虎 就帮助秦复宝 杀了奥鱼驸马 归顺了唐朝 李渊就封了他做渔鱼关总兵 当时王九龙得到报告就问 重将官 谁我愿去迎战 王九虎应声而出 小弟愿去 好 多加小心 出名 王九虎立即率领一标人马 出关迎战 就来到阵前大喝一声 你是谁 那么大胆轻兵来侵拜我大唐国土 快点报名受死 我乃是明州后汉王 家前大元帅 苏定方 你是谁 哦 苏定方 原来就是你 你在洛阳的时候 夜劫唐营中了埋伏 后来就不见了你 我以为你 死于乱军之中 秦庆暗害了奥鱼赫马 背信 两次过去 苏定方举枪迎战 打了二十几个回合 不分胜负 苏定方见不能取胜 虚防一枪 回马就走 王九虎跟着 没追杀过去 谁知道 苏定方在马安桥上挂起枪 拿出弓箭 回身一战 射中王九虎胸口 跌了落地 一命乌腐 苏定方跳落马下 斩了他的手臂 得胜回应 将王九虎的手臂 在营门号令 如鱼关的败兵退回入城 非敢去报告王九龙 说 糟了 二老爷阵亡啊 王九龙十分哀痛 就吩咐紧闭城门 尽力坚守 同时 就派个差官 带着告急文书 极奔墙安建 高祖李渊求救 这一日 李渊登殿临朝 一见到鱼鱼关 告急的奏章大吃 就问朝上百官有什么退敌的妙计 李建成李元吉 就怕那些大臣会补咒 放回李世民出来退敌 连王一起上前稳咒说 父皇 自虎兵来将党 谁来讨掩 神义不才 愿意统述大军前去援救舆论关 无必生琴刘克达 陷于五门之下 如果胆赢 甘受其罪 李渊见两个儿子 慷慨请英 非常欢喜 就命令建成元吉 即日兴兵 两位皇子 领了圣子 立即就去到教场 点起十万红兵 向鱼鱼关进发 一到步 总兵 王九龙就出来迎接 当日在瑞虎 摆酒接风 第一 建成元吉 和王九龙带兵出城 来到阵前 李建成大声地说 刘克达 你又为什么事 无缘无故 轻兵侵犯我国的边界 你如果赶快退兵 就万事皆忧 否则悔之满意 刘克达八伙 领转头对苏定方说 快点和我抓他来 得我领 苏定方 哇 大声 一马冲出 挺枪就刺 王九龙中马上前 举枪迎敌 未到十个回合 被苏定方一枪刺死 就跌落马下 李建成生生生生 废母金背刀 要来打苏定方 刘克达举起大刀 截着和他交战 李元吉手执金枪 直冲过来助战 苏定方拦着和他撕杀起来 大战了十个回合 李建成被刘克达一边 就打中背门 当头 吐血 扑在马鞍上面走人 李元吉 就见李建成熬了一边 我心是方 顾得上时 不顾得下 被苏定方一枪 就刺中左脚大腿 哎呀 痛到几乎落马 两个王子都 互相大败 飞奔入城 城门删不及了 被刘克达指挥兵马 就一涌而入 也情杀到唐军 撕山血海 李建成李元吉 失去鱼鱼关 带领敗兵 跌去紫金关 刘克达占领了鱼鱼关之后 出访安民 大军休息了三日 又起程去攻打紫金关 一路来到 离城五里的地方 安营扎寨 话说李建成李元吉 带着敗兵 到了紫金关之后 总兵马百娘 就摆走接风 这个马百娘 原来是兵部尚书 刘文静的舅仔 此人是个走息之徒 他早就摸透 建成元吉的品性 饮宴的时候 还请了两个妓女 来陪走 这两个妓女 一个叫做徐地鹿 一个叫做远绵绵 两个妓女 都生得如花似肉 十分美貌 有美女陪走 合了建成元吉 河车 建成很高兴 他说 马张斌 原来你是个 这么知情色趣的人 你姐夫 如果学得你一成就好了 他份人不行 整天都跟我们作对 马百娘说 千岁 既然不喜欢我姐夫 为什么不整理他 建成说 我想了很久了 可惜没有机会 千岁放心 等神捉着他一些把柄 和千岁出气 就是了 两个王子 当然是欢喜了 正在高兴的时候 探子来到报告 说刘克达的人马 在离城五里的地方安营了 李建成 李玄吉 当堂面青 口唇白 马百娘安慰 他们两个说 千岁不用管 今晚 即管安安乐乐 喝酒 弹一下 那两个妓女 娇声娇气 恩勤敬酒 啊 建成 玄吉 这个时候 什么大军压警 凝敌打仗 全能 扔到九烧云外 就开怀控 喝玩了整晚 第一 马百娘对两个王子 说 千岁 你两位今日 立刻就起程 回去长安 见到万岁的时候 就说 在未到之前 如鱼关 就已经陷于敌手 现在明州兵马 就注册在紫金关外 同时呢 就品咒给万岁听 说臣马百娘大姓明州军 不过就兵媚将寡 不能够完全殲灭敌人 故此是请求增兵接应 千岁 你这样品酒法 必定没事的了 刘克达苏定方 就确是厉害的 千岁 一定要找到个真正本领高强的大将来帮手 才行的 千岁 总之我那个姐夫的首级 就包在神的身上 就是了 李建成李玄吉听了 一尾鸦头 满口答应 立即起程 回去长安 马百娘 一尾鸦头 一尾鸦头 这些就放落不讲 这一尾鸦头 他躺在床上养病 忽然想起秦皇李世民 一尾鸦头 一尾鸦头 一尾鸦 Catherine 一尾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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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秦叔宝今生今世 都怕再见你不到 不知道主公你近来怎么样 罗承在隔离房听见 就过来安慰秦叔宝说 表哥 你的病佳因是劳累过头 现在没有事做了 没有仗打了 休息一下就会好 将来大把日子 怎么会见不到主公呢 对了表哥 你这么挂念着主公 不如这样 让小弟扮个客伤去长安 静静去探望一下主公 代你问候他 有什么情形就回来 告诉你这好不好 秦叔宝真是高兴 连望起身说 那就麻烦表弟你代我走一趟 立即写了封信交给罗承说 这封信 你带到去长安 就交给兵部尚书刘文静 自不然就可以见到主公的了 不过表弟你千万要小心 不要让他们两个奸王见到你 如果不是 自发节外生之 没有事 搞出事例就不妥当 这些我知道了 如果我明天就起程 第一 罗承拜别了母亲 又和妻子 表兄表嫂 情咬今 一个个告别 就带着罗承 扮成客商 无仰的喜情去长安 罗承和罗承 主伯两人 正是未晚先投缩 鸡鸣早看天 走了很多 想起临走的时候 竟然这么失寻 连秦宿宝 写给刘文静那封信 都赖下了家 不记得带 唉 那怎么去见刘文静呢 唯有找一间客棧住落 然后再想办法 就去到大街上 找到一间有名的高星客店开房 真是有这么巧 罗承行入高星客店的时候 李建成李元吉就在客店门口经过 就被他们见到 哼 真是踏破铁鞋无名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第一 李渊登殿临朝 李建成就稳咒说 晨宜奉旨带兵去鱼鱼关退敌 未到之时 谁知鱼鱼关已经失守 故此晨宜唯有守住紫金关 和明州兵马交锋的时候 晨宜连气赢了敌军几阵 无论军中并没有上将 所以不能够琴拿敌人的首都 望父皇再派一员上将 跟随神仪前去杀敌 李渊说 王仪那你说派哪一位去好呢 启奉父皇 前约国公罗成 现在在长安里 他就住在高兴客店 请父皇降下一道圣旨 赐他原来官将 挂膳奉人前去退敌 刘克达一定会被擒 李渊同意 立即发出圣旨去宣召罗成 罗成这早上起身 刚才准备出门去见刘文静 忽然有个警官捧着圣旨来到 召他去做先锋 哎 罗成没有法子 为了领子谢恩 接着就有军事牵着马匹来接他去 罗成是小小声交代罗春 叫他想法子入天牢去探监 去探望秦皇李世文 自己就上马来到教场演舞厅 参见李建成李元吉的两位王子 即时就挂了先锋印 碰碰碰碰放了三声大炮去领兵出发 又一直就来到紫金关 第一 李建成李元吉的声将 就命令罗成出阵 无必生禽刘克达苏政方 为令者斩 罗成接了命令 提枪上马直到明州军迎前挑战 刘克达接了报告就说 至今关的总兵马八娘 这么多日了 任得我军怎么叫马他都不敢出来 今天竟然有人来挑战 实是请到救兵来了 不知是谁呢 好 让我亲自计刘克达 于是提刀上马 出到刑我一看 认得是罗成 罗克达说 罗将军请啊 我和将军在扬州分别之后 听闻将军你归航到唐家 罗将军在扬州分别之后 无罪无果就隔了官职 今天因为我的明州大军杀到无人抵敌 又是来用回你 罗将军啊罗将军 唐家代人就是这样无情无疑的了 你看着来 等到日后太平无事了 又是隔了你就不用你了 罗将军 你听我劝 不如归顺我吧 顾家和你平分土地 你说这样好不好 罗成怒啊 举起银枪就刺过去 刘克达用大刀迎战 两个打了十几个回合 刘克达有点手忙脚乱 咦 不得了 苏政方看见刘克达招架不住 就在门旗之下 偷偷地一箭对着罗成射过去 正在这个时候 罗成一枪就刺中刘克达肩头 突然间听见弓言响 罗成立刻将身一闪 刘克达趁了这些机会 就飞马射回本营 罗成闪开了一身 但是苏政方这支箭 还是射中罗成的大腿 罗成受到暗算 就无名火起三千丈 咬住牙关 一手拔出大腿重的箭 拿出铁弓 就用这支箭 向着苏政方射过去 苏政方是怎样都想不到罗成这么勇 都未搞清楚是什么一回事 左臂已经中箭 惨叫一声就差点跌落马下 罗成本来想乘机闯营 杀他一个落花流水 无奈大腿受了战伤 痛得很厉害就不便再杀进去 只有回迎交令 入到中军将 建成元根就问他 罗将军 今天出兵 一定生琴到刘克达趟苏政方 回来的了 人呢 回品两位千岁爷 小将今天出兵 大败刘克达 正是要捉他的时候 谁知苏政方躲在门旗底下 私放冷箭 射中小将的大腿 故此被他逃走了 未能生琴 屁 你罗成王人在甘所杀 一个人就生琴 会捉五个反王 你这些本领今天去了哪里 今天要你捉拿一个刘克达 你这样也捉不到 哦哦哦 你分明欺骗我不是你的主公是吗 岂有此理你这个恶贼 违抗我的命令 最无可恕 人是 绑他出去 杀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李建成李元吉 借口说罗成没有生琴 刘克达 就下令杀罗成 四个刀斧手 应了一声 德令 立刻就绑着罗成 推他去圆满 当时马百良就说 千少爷 目前敌兵未退 紫金关之遗亦未解 不如放回罗成 要他杀退了明州兵马之后 到时再找个藉口 慢慢才杀他都未迟 那么 好了 死罪可免 活罪难要 打他四十斑斑 以示情皆 可怜罗成 给那些刀斧手 狠狠地打了四十斑斑 两只大腿 就打到皮 开肉赞 幸好这个时候 罗春赶到来 哎呀 见到主人受苦 连望扶起罗成 就回去帐篷躺下 用金仓药敷好棒箱 然后将进去天牢 探望秦皇的经过 讲给罗成听 后来罗春话 老爷 你今天落在两个奸皇的手上 迟早一定被他害的 不如 偷偷回到家 落得清闲自在 真是的 如果还留在这里 性命难保 罗成就说 乱说 自古说忠臣不怕死 怕死不忠臣 今天我奉了主上的圣子前来推敌 他一定要赤心尽理 偷偷回家 这些是忠臣的所谓吗 从今之后 不准你乱说 老爷 你 收声 现在说明州方面的探子 探听到罗成被拔崖了四十分棍的事 就回去报告刘克达 刘克达听到这个消息 欢喜到柏首长 他说 这次真是天宫帮我了 我两个狗王都不会用人 这么厉害一圆苦将 无辜受犯 至今关来已经无能人了 这么快就可以攻占他 即使下令全军直逼至今关下 步起云梯 架起火炮 全力攻城 明州军重将士得过命令 人人奋勇争先 攻击的威势十分厉害 那守关的兵卒方望去报告 建成元吉就趕快带着马百良走上城头 亲自督促兵长死守了 说得 在城头上 看见明州兵马一嘴到一层层 好像潮水那样 哎呀 声 swipe涌出上来 哎呀 建成元吉 见到这样的情景 大惊失色 哎呀 哎呀 现在怎么算好 怎么算好 马百良说 言成有个勇将罗承在里 千岁不用担心 命令他退兵 他打退敌兵 我们就杀了他 退不了贼兵 那么他一定被贼兵杀死的 那就可以了 没错 有道理 李建成立刻发一支金匹令箭 派人去召罗城杀退敌兵 罗城一接到令箭 啪声跳起来就要走 罗春连帮拉着他说 老爷啊老爷 你的棍伤未好 怎么能够出箭杀责的呢 我只是知道布国杀责 身体有多少棍伤 不要紧要 虚亦无放 老爷啊 你既然要去 都要吃饱 肚子才有气力 你没吃饭的 吃点先 罗城似着自己勇猛 没有听罗春的说话 就提枪上马 直奔城头去见两位皇子 罗春无法指 只有拿着烧饼 袋在身边 急急跟着罗城走 在城头上 李建成李元 当然对罗城说 罗将军 你立即出城杀敌 如果你生禽两个策头 担保封你皇后之位 只如过误了军令 定斩不要 去吧 罗城接了命令 立即出城 罗春紧紧跟在他后面 明州人买一件 罗城出阵 就退了 罗城守执长枪 杀入明州军类入无人之境 杀到刘克达松 蒲散甲的狼狈不欺 明州各将军一起涌上来救户 好一个罗城 一支枪 好似欧云侍者 连挑他明州一十八元上将 明州军抵挡不住了 嘘嘘声猛退一直退了四十几里 刘克达这场仗就输到贴地 怕了 想收兵回明州 苏静方就劝他说 主公不用退兵的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神有一条计策 实可以杀死罗城的 你说 你说 怎样才可以杀死罗城呢 主公 神已经查探清楚 这处有个地方叫做于泥河 我们如此如此 不怕罗城不写在我的手上 罗城一死 占领至今关 异如反掌 刘克达听到十分高兴 今天一点一点做好准备 依照计策行事 现在我们回头说说罗城 他一路追杀明州兵 杀了半日肚饿 大腿的棍伤一阵一阵的尺痛 没力再打 就立院码头回到紫金关下 叫开城给他进来 李建成 李玄吉在城头上问 刘克达和苏定方的手级 你带了回来没有 罗城就说 没有 既然没有带两个策头的手级 回来 你又违反我的军令 那你回来做什么 千岁 你们要两个策头的手级 不难的 不过开了城门 让我进来吃饱饭先 再去打过 到时取他们的手级都未迟 大胆罗城 你违反军令 还诸多言语 攻箭手 用箭射他 得令 城头上的弓箭手 一声得令 战如雨下 猜猜猜猜猜猜猜 猛地向罗城射下去 罗城看到这样 唯有勒马退后避开 这个时候 罗春走到马前 在身上拿出几个烧饼 递给罗城 这几个烧饼 真是好过世上一切的宝贝 没水喝都不紧要了 罗城干啃几个烧饼 突然间 苏定方飞马跑到来 大声叫喊 罗城 你有这么大功劳 不但得不到半点风赏 恩王齐王 还将你当成狗世冤寿 你看 今天你大获全盛了 竟然连饭都没得吃 水都没咚饮 何苦啊 我劝你不如归河我主公好了 哎呀呀呀 激死我了 罗城生生气得不得了 吹马上前一枪就刺过去 苏定方用枪迎战 打了几个回合 苏定方回马就走 罗城不肯放过他 在后面猛追 一直追了二十几里 罗城是嘻嘻嘻嘻追到来 大声叫 老爷啊 老爷 哎呀 你不知道 古语有话 穷寇莫罪吗 哎呀 南线明周兵 被你杀大了 现在 苏定方又走回来交战 其中 必定有鬼的 老爷 老爷你听我劝了 不要追了 哎呀 何况我两个奸王 一心想害你 不如趁早回山东 把那老爷 罗城一听有道理 就立定马不追了 苏定方见到罗城不追 他又回过马来大声地骂 罗城小贼总 说你听 李世文这么看得起你 是因为你英俊 你以为自己很有本事 有本事的 拿到老爷我的首级 就算你是好汉 哇 罗城被苏定方 这些乌延 胃雨 激到火合合 怎么都忍不住 拍马又追上去 罗春是靠自己一双脚 拼命地跟着走走走走 终归就跟不上 苏定方在前面 一字走一字闹 罗城是跟硬他猛追 终终追了二十里 就来到鱼泥河 咦 只见刘克达一个人 坐在河对岸 吓吓大笑 哈哈哈哈 罗城 你暈你死定了 罗城生生得不得了 不去追苏定方 一心要去杀刘克达 看看面前这条河 干了没水的 一拍马就冲下去 走了两步 烂泥就拙着马脚 不能动 诶 糟了 原来这条河底是烂泥扮 成像脊子深 表面那几寸 没错是干 干得起龟烈 但是连人带马走下去 就会哭着不起的身 罗城猛热马疆 不但没用 而且越喊越深 罗城方 突然间 一声响响 在河边两边的奴毁林里面 二千名弓箭手 一涌而出 战如雨下 罗城大叫一声 中了苏定方的计 乱箭穿身 可怜罗城就当堂没命 撤?' 罗城死了 嫌妻,我受奸人涵害,死了啦,你要好好地照大个儿子啊,我去啦。 啊,罗夫人一下扎醒,原来是南阿一梦,来日,罗夫人将这个梦讲给罗老太太知,罗老太太的心肯定很害怕,很不安乐,立刻就请秦叔宝和程咬金来,说家嫂昨晚发了个这样的梦,秦叔宝和程咬金把嘴,虽然安慰着老太太,说发梦,没事的, 他们的心呢,都觉得这个梦是有点不好笑头啊 然后我们回过头说说刘克达,射死了罗城之后,也没有去取他的首级了,就立即率领人马去攻打紫金关人 罗军躲在路边,看到刘克达的兵马过了之后,一直向前面走,到处找罗城 就找到来淤泥河,哎呀,哎呀,见到罗城的尸首惨了,放声大哭,哭了一轮,就去附近的村庄,问香文,借了几件门板,托回来淤泥河边,一件一件地摺着放到泥面, 然后自己躺在门板上爬过去,用手拿着罗城的尸首,出来一拔,就拔回来,抱上岸,一边哭,一边将射满全身的乱战,逐支逐支地拔回来, 好处在罗春身边带着钱,去村庄里买了一副好棺材,将罗城念好,自己就做孝子,披麻大孝,手执哭桑棒,一路扶官回山东, 这一日,到了,罗春行快几步,回到家报信,一入门,见到老太太和夫人, 罗春眼泪又夺,康仪出大叫一声,老爷,过了身了,老太太说,你,你,你说什么话,老爷过了身了, 官木即刻就到了,老太太和夫人听了,刚刚哭了几声就暈了,罗春和丫鬟洗马连忙扶起他们, 出来叫,老太太啊,夫人啊,你们醒醒啊,醒醒啊,叫了一会儿,两婆式慢慢甦醒回来, 这个时候,官木抬到来了,平放在中堂,哎,两婆式的哭得真是凄凉了, 情咬地听到消息,马上过来,摸着棺材放声大哭, 哭了一会儿,大家收声,罗春就将罗承怎样被两个奸王陷害, 又怎样在于泥河死难地经过,长长细细地说给大家听, 情咬地说,老百姆, 帝夫,你两位都不要过于悲伤啊, 自古又说,人死不能复生啊嘛, 唉,现在,主公还在天牢坐牢, 我们的人马又走散了, 少不免各处的英雄好汉, 又会造反杀黎的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这两个奸王啊, 就会死在眼前的了, 到其事啊, 如果他又来找我们, 让我程大老爷, 吐吐吐吐吐吐, 吐他十七八个口水, 豈有此理, 太平时口就扔我们回家, 自吻自食不要我们, 等到天下反乱, 江山不稳了, 又来找我们啊, 呸, 没那么便宜啊, 老爷现在不理你堂家这么多事了, 说话未完, 有个博人瞪瞪声来稳告, 晴爷, 闭啦, 秦爷听闻罗爷阵王的消息, 大声哭了, 声就暈死了啦, 啊, 等我去看一下, 啊, 程咬金快点过去看一下秦叔宝, 去到了, 只见秦叔宝的家人, 个个都害怕得哒哒, 幸好程咬金过去叫了几声, 拍了几拍, 秦叔宝才醒醒, 一醒醒就哭, 罗燕帝啊, 都说我害了你了, 哈哈, 罗燕帝, 大哭一场, 跟着又跟罗城开桑, 请和尚回来打斋等等, 这些就不说了, 再说回刘克达, 他率领人马, 孟公子金关, 李建成, 李元家就和马百娘商量, 马将军, 现在罗城被他射死, 那些贼兵又来攻城, 那怎么算好啊, 千岁爷, 现在情形危急, 就得一条路好走, 就说千岁爷, 你再去长安求救, 小将在这里照舊死守, 不过千岁爷要快去快回啊, 如果延误了时日, 失去紫金关就不关小将的事了, 李建成, 李元家见到局面这么严重, 唯有听马百娘说, 赶回到长安, 朝见父皇李渊说, 启奏父皇, 明州兵马十分凶猛, 罗城已经阵亡, 紫金关危在淡直, 请父皇再派本领高强, 能征贯战的将官前去援救, 李渊听说, 连罗城都死了, 哎呀, 大惹啊, 害怕, 连王问朝上法官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个时候, 只见兵部尚书刘文正出班品, 就说, 陛下, 目前朝廷之上, 人才缺乏, 难以同明州兵马交战, 唯一的办法, 就是赏面秦王, 等他去山东尋绑秦庆回朝, 这样才可以打退敌兵, 刘克达现在围困紫金关, 没有人去救应, 神虽然能力有限, 愿统书鸿兵前去援救, 李渊好高兴地同意刘文正的意见, 立即下了道圣子, 赏面秦王, 要他火速去山东, 尋访秦庆恩公回朝, 将功秩序, 秦王李世文在天牢放出来, 换回朝复, 来到甘殿建地园, 他稳咒说, 神仪不敢去山东, 为什么呀? 神仪就这样一个人去山东, 秦庆如果肯来, 固然是万幸了, 万一不肯回来, 也没什么办法, 那豈不是白走一趟? 李渊吉答口说, 秦庆不来, 那他叫屈慈公来, 也一样可以打退敌兵, 李世文说, 预帝这么说就错了, 你还好提屈慈公? 往日他在御果园答救过我, 有这么大的功劳, 不但不能封妻任子, 反而隔了他的官职, 受你酷刑披麻烤的残骸, 你以为他今天还肯来帮忙吗? 李渊想了想就说, 世文, 你不用说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往日都是建成元吉这两个畜生, 心怀妒忌, 将人赶散了, 现在秦庆又好, 屈慈公又好, 照我看, 他们都不是不肯回来的, 就是怕这两个畜生, 到时又要想起来害他们, 朕现在就下令, 将秦庆屈慈公, 以及其他众将官, 全数招抚回来官服原职, 戚似秦庆屈慈公, 相拣一边, 可以上打分军, 下打奸臣, 不论皇亲国戚, 先打后走, 这样, 这两个畜生就不敢再去害他们了, 李世文这样就高兴了, 于是他稳咒说, 父皇, 徐茂公现在就在五门外后子, 啊, 快点宣他入来, 原来徐茂公审时度势, 想通想透, 认为这件事实成功的, 故此叫刘文静上朝, 稳咒李渊赦面秦王, 等秦王面见李渊, 再就请戚封秦庆屈慈公两个, 这样才能够制服两个奸王的, 结果今天在金殿上发生的事, 完全认识徐茂公的估计, 话说徐茂公来到金殿三季九寇, 朝见的李渊, 李渊很欢喜, 就命令徐茂公陪同秦王李世文, 去请秦庆屈慈公和重将官回朝, 领了圣旨之后, 李世文带着徐茂公, 率领五百丁丁, 就起程去山东, 这一日, 来到山东祭南府历城远, 徐茂公吩咐人马, 找一只闭静的地方住宅好, 然后和李世文换了变局, 暴行入城, 究竟请不请秦庆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